第六个是心坚大利 所谓大利利益社会利益众生 大利益 自己有能力 自己一个人做 没有能力 集合大众的能力来做 利益社会大众的事情太多 可是你也晓得 什么是真正的大利 真实的大利 无过于教育 教育是根本 今天社会动乱 人心不安 灾难平凡 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要细细的 去反省 你就会明了 教育的失败 那么现在最大的利 说实在讲没有别的 宗教教育 学校教育 要回头到中国 古老的 那个教学宗旨 是很难办得到的 换一句话 纵然它明了 它也没有办法 改正过来 所以今天唯一的办法 就是希望 宗教教教育 宗教教育 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了 怎样去推动 那么说到佛教教育 佛教教教育 今天没有办法推动 原因在哪里 没有失子 没有讲经说法的人 出家的人虽然不少 出家的人没有忘掉自己 没有放弃自私自利 那么换一句话 你想推动佛陀教育 就根本不可能 要想推动佛陀教育 最低限度 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 悬起掉 可是几个人啃呢 这就难了 所以在当前 最大的利益是办学 培养私自 然后才有一批人来推动 来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断无修善 帮助一切众生 急功累得 现在这个世纪 孤儿很多 这些小孩 小朋友 从小 就顺掉了 母爱 顺掉了家庭 他们需要 真正爱心的人照顾 真正爱心的人教导 要怎样教他 这个都是社会大力之一 年老的人 退休之后 在现前的社会 儿女 不养老人 老人的晚年 非常孤单 非常寂寞 我们要怎样照顾他 怎样教导他 让他回头 让他忏悔 让他认真学习 来生比这一生 过得更殊胜 这是教育 如何帮助他 不躲上我道 当然最殊胜的 帮助他做佛 做菩萨 这个目标 这达不到 也应该帮助他升天 帮助他来生 还得到人间的富贵 这都是属于大力 第七 谁也才做福 世间人 几个人知道 财 财是罪孽 你能够学财 那你就修福了 集财就是罪业 你晓得这个世间人 多少人缺乏财用 你把财 留在你自己身边 让一些人受苦受难 这不是造业 是干什么 侯宽这个财 集在身边 振掌贪心 振掌贪嗔痴 那么换一句话 振掌你将来 剁三窝道的机会 一定要舍 要舍得干干净净 不要怕自己没有用的 世间人不肯舍财 就是有这个顾虑 我舍了之后 我的生活怎么办 他不懂一个道理 这因果的道理 你命里面有的 决定有 谁都舍不了 命里面没有的 求也求不来 你命里面有的 财富 你财富通通舍弃掉了 不要几天 不知道财富从哪来的 又有那么多 不但那么多 大概还要多一些 好像生利息一样的 可识 财来的时候 赶快还要识 中国大陆 从前供财神 供范利 很有道理 范利非常懂得 处理这些财物 他帮助岳王勾建 打败了吴国之后 他就退赢了 去做生意 没有多久 发财了 发财之后布施 布施完了 再从小生意做起 没有多久又发了 发了之后又散 三举三散 所以他懂得 懂得善财 懂得布施 越施越多 越多越要善 决定不及 不要急财 散财 这个是修福 修大福报 不但他这一生当中 采用决定 不会有缺乏的时候 来生的福报 无比的殊胜 第一把护持正法 世间正法 除世间正法 要维护 要懂得 今天护持正法的榜样 新加坡的黎木云 是个好样子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点私心都没有 真实 念念为佛法 念念为众生 但是要护法 首先要能有智慧 有能力 认识正法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很难 《楞严经》上讲得很好 写死受罚 如横祸沙 也就是说 仿冒的佛法太多了 不是真实的佛法 所以你第一个 有能力认识正法 然后你才发现 去护持正法 我们一生 全心全力 干这一桩事情 这是每个人 语言分不一样 你很想 说服 很想 清净善知识 过人语言不相同 真正遇到善知识 大信 遇到善知识之后 要真正啃学 发心 学习 弘扬 护持 这个是无比的佛报 第九个 尊重 尊长 佛经里面教导我们 孝亲尊师 我们要去做到 给社会人做个好榜样 现在这个世间人 孝道忘掉了 私道也不存在了 我们时时刻刻 不忘记 父母思长的恩德 这个是存心厚道 念念不忘 不但不忘 还要有行为表现 父母在 要效仰 尽到效仰的责任 老四在 也要尽到效仰的责任 中国古时候 对老四跟对父母 没有两样 孝顺父母思长 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 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四 对老四之恩 怎么能忘记 我小时候念小学 小学那些老师找到了 中学时代的老师 现在还有一位 我们要常常记住 常常慰问 逢年过节 也要送一份供养去 李虽然很微波 老师感到很温暖 这个学生 几十年一生 没把老师忘掉 老师对我们有后恩 我们怎样报答 表扬老师的德行 那么诸位都晓得 我说佛跟李老师神连 李老师往生之后 我向台中联系建议 在老师的故乡 山东济南 给他建一个纪念堂 我提议之后 台中人也去看过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行动 很多人来找我 我说我是可以做 但是我做了 对台中同修面子上不好看 李老师在台中住三十八年 你们没有点心 我跑去到那里建个纪念堂 趁什么话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 时间到了 这个纪念堂一定要做 提倡私道 提倡知恩报恩 那是教育的作用 也就是提倡私道 韩广长对我有护法之恩 我们学服红法 靠他的护持 他护持过三十年 我们念念不忘 我在他的故乡 买了一栋房子 一栋大楼 每一层 和台湾是一百平 一共七层 整栋大楼摆下来 作为韩英馆长的纪念堂 不忘本 告诉那个地方 你对我有恩德 我念念不忘你 这个大楼买下来的 非常好 下面两层 我们用不了那么多 下面两层租给别人 拿这个租金 可以维护这个道场 所以这个道场 不需要向外化员 不需要人家帮助 自己可以维护 我还有一个中学校长 周邦道先生 抗战期间 我在贵州念书 他说我校长 到台湾 我们有缘分 跟黎明南老居士一起学佛 他也拜李老师做老师 我们常常在一起 他走了 我是准备 在贵州 就是当年我念书那个地方 我建一个中学 纪念校长 我们校长别号 叫庆光 我那个学校名叫庆光中学 纪念校长 校青尊师 我们要有行动去表现 要真真去做 我母亲往生 我纪念她 就用了华藏奖学金 在大陆上 五十个学校 设立这个奖学金 奖学金就用华藏 斟酌 提倡孝道 提倡私道 人不能忘本 忘本还能算是人吗 幕后一个爱惜无命 佛家提倡素食 素食不杀身 佛的戒律里面 把这个列在第一条 你看五戒 菩萨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第一条 不杀身 杀身是大悟 所以要学习 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 善行无穷 由此推广万得可悲 善行真的无量无边 廖凡局司在此地给我们列出 射条 能把这个射条 就做好 然后把这个射条再推广 你才真正是极善 真正是个行善 世间人 没人教导 不懂 实在讲也不能怪他 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佛法 遇到好老师 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这一生做人应该怎么个做法 真正一交奉行 这一生过得很充实 过得很美满 那么尤其在现在 是个大动乱的时代 极善 极德 一定要抓紧机会 努力去做 赶快去做 机会一射掉 就很难再遇到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思讯 陌后一段 是谦德之效 我们的讲义没有了 这段文不长 主要的是告诉我们 厨师为人 要懂得谦虚 所谓是满昭损 谦授亦 你看看 这个世间人有很多 做的好思 好思为什么不能成就 细心去观察 原因就知道了 多半是姿势太高了 傲慢 引起别人的嫉妒 所以阻力就来了 破坏的力量就来了 到你招架不住 你的事情就毁于一旦 古人做一段善事 为什么能成就 为什么那么速度顺利 那么多人帮助 谦虚 自己不鞠躬 功的谁 功的大家 你看今天 我们在新加坡 做这么多好事 李牧原居士 从来没有说 是他做的 人家问 大家做的 每一个人 都尽心尽力了 所以才有今天 这样殊胜的成就 功德归大家 过时归自己 事情就能做得成功 功德归自己 过时归大家 没有不失败的 古今中外 成败 它有个道理在 你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你就明白了 我们自己 应该怎么做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 幕后这段 文虽然不长 它也分两大段 第一段的大段 是举一经 来总说 一经里面有几句话 天道亏银而一千 地道变银而流千 归神亥银而父千 人道卧银而好千 银就是满足 所谓满足 人道卧银而遭损 亲眼受益 亲眼受益 不一定要明了 最忌讳的就是满 人觉得自己很满足的时候 往往不知不觉 这个焦慢的态度 就显出来了 如果我们讲预兆的话 这是最不好的预兆 就是打仗 也是如此 焦兵必败 抗战胜利之后 这个骨贡的战争 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念书 南京有一支军队 是顾民党最好的军队 长盛军 跟日本人打仗打了八年 这个军队没有打过败仗 所以是 蒋总统最心爱的一支部队 也是装备最好的部队 这个部队从南京出阀 开到山东去了 给共产党的这边打仗 这个故事 群军覆没 群军覆没 军章自杀了 我们是细细观察了 太焦慢了 目中无人 镇民兵法里面讲的 焦兵必败 败得那么惨 太大意了 瞧不起人了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我们说看在眼里 焦慢 轻是轻虚 轻虚就是受益 在意义上举个比喻 银是满的 好像这个杯子 你这个杯子是满的 水是满的 人家再给你添不进去了 漏掉了 你这个杯子是只有一半 你能够接受别人的供养 轻就受益 满就着损了 所以这个四句话说得好 天到亏盈 你瞒的时候 他就要帮助你减几分 亏是亏损 让你亏损一点 你谦虚 他就会 一就是给你增加一点 看你少 少我多给你一点 看你多 我把你减几分 天到 地到变盈而流迁 变上变迁 你这个满了 到满的时候 必定有个变化 所以地倒是变盈而流迁 流是运则 你看地 哇的地方 就有水运则它了 地高起了地方 就没有了 得不到运则 人呢 人对于筹筑满的 应物 嫉妒障碍就来了 人在 人在 谦虚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 大家都尊重他 都爱他 都愿意帮助他 鬼神 看到这个 满的人 鬼神往往害他了 谦虚的人 鬼神保佑他 我们世间人常讲 人都同情 人都同情 弱者 弱势的人 很容易获得人的同情 就是这个道理 弱势是签 强盛是慢 人家看到的 人家看到的讨厌 厌恶 所以劝我们 厨师带人借窝 要懂得谦虚 廖凡先生在这一段里面 举了好几位 当时他都是熟知的这些人 认识的这些人 反而是谦虚的 因为这些人是读书人 读书人考公民 都能考中 他举一个丁兵 这是同时代的一个年轻人 年轻的读书人 为人 孝顺 我们讲孝亲尊死 同学当中 毁谤他 污辱他 他没有一句辨别 完全能够忍受 而且对待人的时候 只有恭敬 不是说人家毁谤他 无辱他 他就嫌弃 没有 对人是以亲近心 平等心 看待 所以李奥凯恩先生看到这个人品 这个人决定考试的时候一定中 到放忙的时候 果然他考中 古时候看人 实实在在讲 你该不该有公民 该不该有富贵 命里头有的 真的不在乎你的修士 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命 现在考学校也是在乎你有没有命 考试实在讲 没有办法判断一个人的学术 命运气好的 考试题目正好 这题目我都知道 碰上了 天天在准备 非常用功 非常勤奋 天天读书 碰到这几个题目 刚刚好就这几个题目 没有发现到 往往没有考取 我是个小学考中学的时候 我还记得 好像我考中第十名 我天天晚了 根本就没有读书 家境不好 念中学未必能念得起 就考就试试看吧 我考了第十名 我有个同学曹同文 这个人现在也在台北 非常用功 我们同班同学是第一名 没有人不佩服他的 他没考取 他比我强太多了 为什么没考取 那几个题目刚刚好他不知道 这命嘛 这个东西不是你用功 不不用功嘛 真的是你命里的有没有啊 我给曹同学两个在读书上比 差一大截 不如他了 所以故人将考试 第一个是英功啊 你祖宗有没有英德 你自己有没有基因德 你自己有没有基因德 第一是英功啊 那么廖凡就是看人 也看这个 这个东西是吉凶厚福的预兆 第二个他去冯开枝 也是当时去参加考试的一个人 廖凡先生这都很熟悉 这个人轻易虚 在这个大众之中 他自己懂得收敛 对人攻击 别人当面说他的过失 他都能虚心接受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廖凡先生看到 这个人今年考试一定会考证 都被他所料到 局第三个夏建俗先生 这个人 这个人除世待人 虚心下意 处处不敢为人心 那个廖凡先生说 夏建俗先生 千光逼人 温良若慈 温厚善良 清虚 悲响 这是个读书人 这个人去考试 哪有不重的 果然也重了 这是讲千德的效果 拿着一个字 最后 勉励他的儿子 要学情绪 在结论里面讲 虚心 委屈自己 这是受福的基础 供高骨慢 不可一世 瞧不起别人 那是祸害的根源 你现在可以得知 可以傲慢 你会有一天 慎智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人家原理不再怕你了 不再理会你了 你就有苦头受了 所以人在得知的时候 愈是要谦虚 愈是要恭敬 愈是要诚心诚意 利用这个机会 去帮助别人 修复 既得 到你自己的时候 年老体力衰了 退休了 报恩的人多 照顾你的人多 所以我们修福 什么时候享福 晚年享福 退休之后享福 中国人教学说得好 年轻的时代 培养福德的基础 根基 这些教育都是小学时候教的 父母教的 老师教的 所以为什么父母老师恩德那么大 你的成就都是得利于 那个时候栽培的 中年时期 踏进社会了 是你修福的时候 是你造福的时候 是你吉福的时候 万年退休 中国古时候 七十岁退休 这礼记里头叫 七十而至私 七十岁退休的年年 退休之后 相福啊 现在的学会 颠倒啊 什么时候相福 儿童相福 父母宠爱 中年呢 中年的人战场 拼命啊 晚年呢 坟墓啊 你说多可悲 多多悲哀啊 你看看 中国人的生活 晚年相福 这是外国人想不到的 教育的理念 完全不相同 所以我过去住美国的时候 中国还有一些受老教育的 还有祖孙三代住在一起 三代同堂的 日本人也很多 当地美国人看到非常羡慕 尤其是美国老人 看到了很感动 他的儿女走了之后 就不会回头了 过年过节 记一个货卡 我就不得了了 到处告诉人 我的儿子给我记一张货卡来了 看到这个东方人的时候 老人跟儿女 跟孙子住在一起 他非常羡慕我 东西方文化不相同 现在我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了 也许外国人 不要父母 不要父母 忘恩负义 他冻下这个阴 到他退休晚年的时候 他要尝到这个国报 到那个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们要想恢复 传统 善良的教育 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一定要懂得谦虚 谦虚 才能够受教 善福 无有成见 人只要傲慢 不谦虚 再好的老师 都没办法教导 我们跟李老师审言 看到老师对学生的教训 反而是学生有傲慢 没有一点牵下之心的 老师对这个学生很客气 很恭敬 他有过失 老师也不责备 也不说他 我们就问了 为什么 老师讲 没有用啊 得罪人啊 见怨仇啊 那何必呢 你看能接受的 肯听话的 那老师又打又骂 一点好颜色都没得看 真的教你 为什么 你能受得了 你肯接受啊 不肯接受 他又把你当客人了 肯接受才当学生 那对你没有好颜色的 真教你 所以同学当中 也有好几位老师把他当客人了 很客气 跟对我们一些天天又打又骂的不一样啊 老师不是有偏心的 完全看学生 肯不肯接受 所以常讲 你有一分沉浸 一分接受 就教你一分 你有十分沉浸 肯接受十分 就教你十分 不能接受 不教 教了没用 你只有一分沉浸 教你两分 太多了 你接受不了 因人施教 看学生 看你的真诚心 看你的情绪心 对你用什么方式来教导 因人而异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只有二十多个人 老师对每个人教的方法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思讯的大意就讲到此地 我们时间虽然短 重点都说出来了 详细的 我们有落相呆 还有一本书 这个书 分量也不少 以后我改了一个名字 第二次印的时候 我就没有用 这个 原料凡家庭私讯 没有用这个题目 我把题目改造命运 心祥四成 这个大家看到 比较容易幸运一点 改造命运 心祥四成 就是了凡思许 希望诸位同修 如果想多知道一些 可以看这本书 看这个罗湘黛 今天到此地 讲圆满 谢谢诸位同修 闻书 我也不予 唱得 心祝 你